5场比赛444分钟 15次射门 34岁的莱万终于打进世界杯手球 在进球后莱万热泪盈眶 这一颗他足足等了4年时间 2比0击败沙特 莱万绝对是波兰的最大功臣 泽林斯基首开记录的进球 也是来自于他的助攻 他成为了近40年来首位能单场世界杯比赛 贡献传设的波兰果角 在赛前 沙特球迷拉横幅挑衅莱万 我们已经击败了美西 莱万在哪呢 结果呢 莱万用实力回应挑衅 他这两力进球 让沙特无缘提前一轮出现 当然 波兰能拿下这一场胜利 门将石秦斯尼同样功不可没 没有他那个成功铺点 等沙特气势起来了 届时波兰很有可能重演阿根廷的悲剧 跟挑衅莱万的那两个沙特球迷相比 在看台上有一位沙特球迷 就显得可爱多了 在莱万进球后 他脱掉了球衣 然后露出了莱万的九号球衣 并大喊莱万的名字 当然 这位球迷的真实身份有待求证 说不定他本身就是一个波兰派过去的卧底球迷 潜伏在沙特球迷当中而已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布米露